先打开这个GeorgeBot的3D计算机 那这边可以看到的3D计算机 我们这边呢 可以输入这个点 例如说A点呢 我们这时候输入 接着0、0 接着再输入这个V点 那这时候V点的话 Y座标是0 那高是这个12 先把这个区域先缩小 好,那再选择线段工具 A再B 好,这样是2点就出现了 那接着呢 输入这个滑动条N 那这边在这个等于0 然后用D1G 对,它就变成角度 这边就变成0度了 那我们可以调一下这滑动条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用一个这个Rotate指令 选找这个Rotate 我的对象呢 是刚刚这个F 然后我的这个旋转的呢 是这个N 好,那我现在要转的这个轴 对,我们可以再打一下Z轴 AXIS 好,这样子呢 就得到一个旋转的结果 我们可以移动这滑动条 就可以转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要做呢 是做一个这个曲面 所以我们现在呢 再新增一个这个曲面 好,然后输入这个Surface 那是UR 好,然后这是那个FAC 好,这曲面 好,那曲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F 接着呢 再输入这个N 好,那这之后再输入这个Z轴 AXIS 诶,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曲面呢 就出现了 对,好,那我们这时候再来操作一下 好,现在呢 再移动这个滑动条 诶,这样这个曲面呢 就出现了 那我们一样可以再调整一下 这个观看的这个视角 好,那接下来呢 下一节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就是来研究这个AR怎么使用